各位,我们人不但健忘,而且还善于忘恩 就连领受过神奇妙恩典之人,纵使曾经很赞叹神的作为 但一遇到新的问题时,也不多想就会埋怨神 这是我们在自己身上,也在以色列人身上反复看到的 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 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 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 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 耶和华小遇摩西说 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了 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 早晨必有食物得饱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这里我们看到人的忘恩 我们都知道在旷野之前 以色列人已经尝过神救他们过红海和逃离埃及追兵的恩典 他们知道神是眷顾他们的,所以神才会救他们脱离法老的捆绑 可惜他们的信心是不堪一击的 一旦有新的困难出现时,他们又质疑神的良善,很快就把神过去的恩典给忘了 我们也不能五十步笑百步,因为我们何尝不也一样 有时我们因为神给了我们一些我们很想要的应运,就喜乐万分 但只要又有一点不顺心之处,我们又会抱怨和自爱自怜了 但这里要强调一个非常奇妙的事实 就是,神竟然向忘恩之人施恩 上帝不但宽容这群以色列人,没有因他们的埋怨马上处罚他们 反而还向他们施恩,将他们想要的粮食赐给他们 并且不但是一种食物,又有麻纳,又有肉 可见,神的厚恩大大的与人的忘恩有巨大的对比 谁能够像我们的神一样宽厚仁慈呢? 并且,神不是一次恩待以色列人 乃是在旷野的四十年里,神都一直信实地向祂的子民施恩 其实,神施恩是为了让祂的子民发现祂是他们的神 各位,神是我们信实的供应者 虽然祂不一定每次都会以我们想要的方式和事物供应我们 但我们所真切需用的,神必然会给我们 而神向祂的子民施恩的一个重要理由 就是要我们晓得祂是我们的神 正如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说 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 早晨必有食物得饱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神要祂的子民知道,祂不但是神,更是他们的神 是关心他们,爱他们,会供应他们所需的神 愿与他们有深厚关系的神 其实,神是要祂的子民觉悟到 他们真正需要的不单是饮食和他们想要的理想结果 他们最需要的乃是神本身 因为神才是饮食和他们一切所需的供应者 如果人只有单单得到一些身外之物 如饮食、财宝等 却不认识神,没有与神真实的关系 那么他们只会一直被人生不同的问题追赶 离开埃及了有红海 红海过了有旷野 旷野中有危险和缺乏 离开旷野后又得面对迦南地的巨人 如果人没有发现有神就够了 他们一定经不起不同问题的考验 每遇到一个问题,又会惊慌,又会抱怨神 但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宽容 虽然喜爱埋怨的以色列民 不配领受神一而再再而三的恩典 但神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恩待他们 当然,后来我们知道 神确实有刑罚那些只会埋怨 而且不幸的以色列人 使他们倒闭在旷野 但我们仍然看到 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神是长久忍耐后才降伐的 并且在以色列人时常埋怨的旷野之旅中 神也不断供应他们所需的水和粮食 正因为神像没有资格领受恩典之人施恩 所以那才真的算是白白的恩典 不能被赚取的恩典 而神给不配之罪人最大的恩典 就是天上的粮 基督耶稣 神所赐给以色列这从天而降的粮食 玛纳就指向了神最终赐给他的选民 那天上来的真粮基督 神让他的独一爱子基督 为不配的罪人待死赎罪 这是神给人类最大的恩典 罗马书第五章说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耶稣自己也这么说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叫人吃了就不死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若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注意 耶稣是向谁说这话的 就是向那些埋怨之人说的 因为在耶稣说这话之前 我们读到 犹太人因为耶稣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就私下议论他 说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 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 他如今怎么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这些议论埋怨的人没有发现 原来耶稣比玛纳更好 人纵使吃了神迹般降下来的玛纳 还是会死 但耶稣所赐下的是超过人肉身的需要的 因为耶稣能赐给凡接待他的人永生 叫信他的人永远不死 其实人一切的需要在基督里都能得满足的 各位 我相信你们许多正在听视频的弟兄姐妹 也曾经历过神的恩典 但愿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忘恩 也愿我们多思想 神是如何把我们罪人所不配的恩典赐给我们 以致我们对他更是伸出感恩 爱慕和顺服之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